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方明天有一个反应过来 中队在开场前9分钟很被动 但是靠着一次定位球率先得分了 你看巴斯坦定位球 左脚开起来打圆点 这是个机会 打门 阎俊凌奋不顾身把球拿到了 队球可能被对方踢了一下 反倒是对方包抄的前方有点受伤 他代表国亚队进过5个球 刚小球投球 真挺着了 看看这一次 吴磊自己摆脱 又被陆孔昂给出来 不入位 听到停有些大 能传出去吧 对方的队长太厉害了 你看他往回退的过程当中 他瞄着你有球了 他就等着你再烫一下 这球大了 就是我的 而中队出现了多次的失误 但是这次对方后场解围没有很干净的踢出来 吴磊 中队三个包抄点 传机会投球 漂亮 个子不够 但是反应快 二十二号 哈马德 这一下防高林的投球太厉害了 高林的球难度非常大 他撤着身子去顶 余汉潮代球推荐 又是一次很开阔的反击局面 打身后 这个机会对方放散没铲掉 乌磊踩球车了 乌磊在投诉有点球 主赛板没吹 应该是挂了一个 好球 这一下找到空档了 危险 远点三个人在包抄 这球第一下没传 还在带 再给 这球选择射门了 后边那几个急子 一直在喊 外围尝试一较远射 打得不错 任俊玲单掌把球拖出了底线 23号 达尔维什的射门 连续的二次进攻 把散队创造了很多机会 危险 这球没越位 瞧瞧大门 一比 哇 这右侧内部这又出问题呢 比赛第六十二分钟 中队丢了一个球 对方的伊斯拉图 11号伊斯拉图把球打进 对 他打右边 对 哎呀 余大宝 来一脚射门 两些将定位球 开始来投球 鱼大宝 还是顶高了 最后一传 乌磊 把球传好到远点 两个点 顶回来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两队是打成一比一平 双方相当于各赢了半场 收关战是零一八年 还是以一场遗憾的平局收场 李皮今天有点无奈呀 也没办法 锁对提成这个样子 也没办法 锁对提成这个样子 没办法 锁对提成这个样子 感谢观看